貴陽市的陳女士日前去銀行拿錢時發現 戶口裏面的3萬元不營而非 經過多番追問 她15歲的兒子承認 將銀行卡綁定了自己的手機 買禮物送給網絡主播 單單在3月份就已經花了接近2萬7千元 陳女士的遭遇並不是個別現象 在黑龍江衰化 一個6歲的小女兒 將家裡買種子和化肥的9000多元 打賞給一個遊戲主播 而在雲南昆明 一個11歲的男童 在一個直播平台上 送了15000多元的禮物給主播 疫情期間 很多未成年人留在家上網打機 相關投訴也激增 2020年第一季度 江蘇全省消防委系統 受理未成年人網絡投訴425件 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60% 其中未成年人充製群體中年齡最小的只有3歲 充製金額最高的達7萬元 投訴問題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充製容易退廢難 家長面對高額充製的追回要重新 最高法院提出 未成年人家網絡打賞 如果家長不認數 可以要求退錢 八歲以上的未成年人 他在網絡進行遊戲 受各種誘惑進行打賞的時候 非常慷慨 毫不吝啬拿著父母的支付寶 信用卡 有的甚至幾千 還有幾萬的 這顯然跟他的年齡 和他的智力水平不相適應 這就是針對這種情況 他毫無疑問 如果他的家長不追人 他的監護人不追人 這屬於無效的行為 無效的結果 他請求退款 已經支付出去的 達賞的金錢 和下支付的相應費用 法院也能支持 最高法院說 只要網絡公司 採取人機驗證的技術手段 是完全可以堵住 未成年人打賞和打機的問題 所以在指導意見入面 並沒有要求家長扶起 相應的監護責任 有線電視記者 徐文傑北京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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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